你為何欣賞愛獻 其實我第一次上舞台表演的感覺跟暗戀相似 你很想邁出一步 很想做好它 或很想向它表白 但你又不敢 又好像差一點信心 我沒想過自己可以在舞台上一邊唱 唱唱唱到決賽 得到別人的賞識 才沒有唱片公司 真的令我發展一場夢 Hilbert是一個懂得用假音的男生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時 我覺得他好像傻大姐 因為他經常笑 挺有趣 懂得哄別人開心 給別人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所以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我們錄歌 其實是跟五惡城幫我們監製 但其實我自己對著五山 是有一點害怕的心情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側側博多角或隨便 不要緊 不是很明顯 但他抱了一個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問題解決他 而不是逃避他 我覺得這件事除了唱歌之外 代人節物 我們做人應該也有這樣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生 給我感覺是充滿正能量 而且很喜歡笑 所以跟他一起合作的時候 其實都挺輕鬆、開心、舒服的 對活動的會議 對活動的會議 我以為是最好 這件事是最好的 原本的祙子